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 《米青日月》去英国 今次我分享 酥皮海鲜龙虾汤的 懒人简单版 在家里都可以轻轻松松 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而可以制作到 轻浓美味的酥皮海鲜龙虾汤 在英国 经常会看到这款酥皮 不用自己很辛苦 来拆这个酥皮 还有很多人都推介的 龙虾汤 在马沙就买得到 这款是龙虾的龙虾汤 另外有一款 就是松露蘑菇汤 这两款龙虾汤 都很好喝 今次我用龙虾汤 加海鲜 至于哪一款海鲜 或者食材 按照自己喜好 而放进去都可以 只要家里有齐这些材料 就可以30分钟喝到 香喷喷喷的 酥皮海鲜龙虾汤 刚出炉的酥皮龙虾汤 真的脆脆 配上龙虾的龙虾汤 非常野味 现在就看看应该怎么煮 今次的食材真是很简单 只需要埋现成的酥皮 一只鸡蛋 酥皮要放在室温回温30分钟 然后将回软的酥皮打开 然后将回软的酥皮打开 再拿出器皿 量度大小 剪材合适的大小 这样就可以了 酥皮的大小 取决于你的器皿 剪材出来的酥皮 要刚好可以覆盖你的器皿的面积 很轻易就这样剪材了两个正方形 剪材好的酥皮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打发一只鸡蛋 打发好的鸡蛋液 其实用处是可以把酥皮和器皿 切成一只鸡蛋液 切得比较紧 焗出来的酥皮就会成功 特别漂亮 脏糊糊糊 脆薄薄 材料就预备好 我今次用这一款的浓粟龙虾汤 因为是浓粟 所以一定要加些水分 如果有牛奶就加牛奶 还有海鲜 自己喜欢什么海鲜 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把食材放进去器皿里面 我放了白鱼蛋 在鱼团买了即食的蜆肉 有些三文鱼粒 我把它切粒 最后我看到家里有些虾 我放两只虾进去 虾已经清理干净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之后加入牛奶 如果家里有double cream 可以加入少少 会更浓郁 滑身 最后加入龙虾汤 因为龙虾汤有少少咸 所以不可以整瓶加入 所以一定要加些水分 稀释 轻轻地搅拌 将牛奶和龙汤混合在一起 我大约倒了一份牛奶 加一份龙虾汤 水分到八成满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步骤很重要 加一些蛋液 将蛋液掃上气面上面的边边位 这样你的酥皮就会很紧贴 焗出来就会脏糊糊了 轻轻手将酥皮慢慢锁铁 按压一下少少 因为如果锁铁不紧 在焗炉的时候 它就不会发脏 就会失败了 再在酥皮表面掃上蛋液 这样就可以放入焗炉了 记住焗炉要预先预热好 焗炉风扇模式 温度180度焗20-25分钟 酥皮变金黄色就可以出炉了 再听一次 这款的懒人简单版 是不是真的凌难到呢 只要简单放几款食材 不用放真的龙虾肉 都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龙虾汤 而这次我加入了新鲜的三文鱼 焗出来分爱鲜甜 而加入了白鱼蛋 厚感十足 所以我十分推介 大家可以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 就可以制作到 美味香浓的酥皮龙虾汤 其实在马沙买这款的龙虾汤 也可以拿来煮意粉 也是非常美味 看到这里 喜欢酥皮龙虾汤的你 会不会立刻动手去做呢 下一次我都会试下做 松露蘑菇汤 这两款的龙虾汤 在马沙买得到 有兴趣的快点去买吧 曾经我都试过家里没有牛奶 我就不加牛奶了 我就加一些普通的清水 再配上龙虾汤 颜色就会比较深色一些 而另外也可能有人会问 是不是一定要塗蛋漿呢 我试过不用蛋漿来固定酥皮 也可以用水 濕一濕的碗的边边位置 再吸上酥皮 其实也是可以的 而在酥皮的表面塗上蛋漿 是都会金黄色一些 我试过没有茶蛋漿 是会浅色一些 但是都可以的 而先放水分 再放配料 是不是都可以呢 我刚刚示范了的途中 其实也是可以的 最重要就是 八成满就已经够了 不可以太满 太少水分 也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酥皮一定要紧紧贴实 这样就会在焗的过程中 会比较脏身一点 漂亮一点 如果喜欢我今次的推介 给个like我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like和subscribe我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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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